刚才特别的机动 现在比较平静 所以说现在还是比较想出这个过程 比较想出这个结果 我就还是比较平静 然后想着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 然后对自己能获得奖牌的信心是比较足的 所以说就是奔着奖牌 然后冲击 最后发挥的比较不错 获得了金牌 因为我落地之后 然后看了一下 我先看了一下没有犯规 然后再看了一下沙船的距离 应该在8米20左右 我觉得这个奖牌肯定是薄了 然后后来我一看仔细一看 好像在30左右 我觉得是不是金牌 然后后来就是8米36 但是还有希腊的那个 那位也没有跳 所以还不敢确定 对 8年前在这里获得了四清赛的金牌 然后这次来的时候 感觉特别亲切 然后也在看 然后在早以前的回忆 所以进到这个场地的时候 我就特别激动 甚至在比赛之前 我就觉得就有点想掉眼泪 但是可能就是 我的外交也跟我讲 就是欢迎回家 让我在家里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所以我现在这个成绩 我觉得我的教练应该很欣慰 因为邮金是田径之城嘛 然后包括我8年前 在邮金比四清赛的时候 这个氛围就特别的好 所以今天这次比赛 我觉得真的是像在自己家一样 虽然不是中国 但是我在这里 已经获得过一次金牌 然后这次的感觉 也是特别的好 然后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 好 好的 感谢 中文字幕——YK